Json,所以以后如果说人家给你的是Json格式的话就长这样的 然后当然我用的是Firefox它有外挂 所以它会自动帮你做 好像类似这样的折行,第一笔资料,第二笔资料 而且让你看不到那些符号 它就是给你 你该看到的资料 那这个是第一,第零笔 这个是key,这个是value key value,ok 那如果说你要看原始码,这边有原始资料 有没有发现,它其实中刮符 大刮符在这里 这个就一笔资料 这个就第二笔资料 最后会有个后中刮符在这里 所以这个是有点像二维的串列 但是里面并不是 放串列,而是放字典 ok,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另外的话,这边有个储存 我们可以把它储存起来,我刚好像有存过了 ok,然后储存之后的话 一样呢,我想知道它的格是按右键 你可以按 用记事本++ 打开来之后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要知道它的编码方式 这边也会出现 请你看那个编码 如果它是CP950的话 会显示 是ANSRI 但如果说它 显示的是UTF 那就可以了 OK,所以大概差异在这里 当然 它的功能基本上 应该可以完全取代那个记事本 只是说如果你 你没有装的话 当然 就是差别就是要把它装起来 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把它get回来 所以第一步 跟前面一样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好了 第一步的话呢 一定就是 Import Request 对不对 然后呢 就再来怎么样 把这个网址贴上去 那网址部分的话 我刚刚讲过了 其实你可以 从这个网页 这个地方按右键就可以 右键你可以复制 链接网址 所以以后呢 只要你要是点左键 它会下载东西的 你就把它改成右键 然后呢 用复制链接 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的 get后面这一串就可以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encoding把它记得改成UTF8 OK就这样子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 我们里面的资料呢 把它print出来 我们第一阶段 下载的话就非常简单 其实基本上 下载资料 最简单的 因为 大概就套这些范本 都可以 达到你要的预期结果 那可能比较 麻烦一点就是说 那可是它已经帮我下载下来了 就这个东西 OK 那我要怎么解析它 因为我要解析的话 一定要把它 变成像那个一个创列 有没有List2这样的形态 那怎么样把它解析出来 特别注意 第一个可能遇到问题说 因为我们是放在那个html.test 的这个属性里面 那.test 顾名思义啦 test就文字嘛 所以呢 意思就是说 他这个资料前后是有双引号的 OK 那 如果说前后有双 那是自串 可是你看到 它里面实际上是放 所谓的中刮符 那如果说我今天的需求是这样 我希望 可以把外面的那个双 双引号的符号拿掉 我要取得里面的资料的话 特别注意喔 你就要想到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叫EVAL EVAL EVAL 那这个函数主要用意是什么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双引号的东西 去除掉 取得里面原始的这个资料形态 那里面比如说是中刮符 那它就是一个串列 所以回来的话 你就可以用一个变数 就是所谓的串列变数去接它了 OK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写 接下来的话重点在这里 1 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 前面用一个什么 List1去接 然后我可以用什么 EVAL EVAL 其实EVALUE 这个函数的话其实就有点像 我是去读那个官网的说明 它的意思就是我刚刚讲那样子 但每一本书里面讲的又不太一样 所以 什么才是正确的 有时候是实作之后的结果 所以我刚刚讲的意思是 我自己实作出来 我看到 体会到的 结果跟各位讲 但是有时候每一本书的 说法又不太一样 不过不管啦 反正就是把那个说明号拿掉就对 OK 其实它上面也有一些说明 这些相关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甚至你可以把游标放在上面 它也会有一个英文说明在上面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阅读它吧 不过 这种说明 有时候真的是 仅供参考啦 因为有时候你读半天 最后还是觉得 到底他在说什么 是这个意思吗 OK 最后像我的习惯是 我是眼见为凭 就是我看到 什么 才是 就是最重要的 不是说 他说什么 我就一定要 全盘接受 全盘相信 OK 好 那也就转换之后的话 他就丢到一个类似 那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想知道 到底他有没有转换成功的话 你可以用type type之后的话 我前面好像跟各位讲过 你可以把这个类似的意义 放到这个type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他帮我转换之后 这个类似的意义里面 到底是什么形态 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他就跟你讲说 这里面放的就是一个类似了 有没有 OK 意思就是 我刚刚讲的意思 不然的话 我刚开始说 我要解释这个函数 到底什么用途 好像真的还蛮不好解释的 后来我就是干脆用了 去试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有的东西 就是你要自己 可以用很多方法 去了解 到底他里面放的是什么 就是对的 OK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地方 list 并且它里面是帮我放什么 你也可以把它print出来 print出来结果 有没有 就这个东西 这个你会发现上面看到跟下面看到一样 好像一样 但上面是一个字串 下面的话 就是一个list OK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必须要做什么 其实我们要的东西 是把 这个list 这个list里面的每一个 所以 可以用什么 for i in range 或for each的方法 把它每一个每一个读 所以其实这里应该是for each 因为它没有栏位名称 那for each的写法 一个一个把它读出来之后 但是我只要什么 我不要那个key 我只要后面的value 所以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list1里面 去取得什么 取得那个value 所以写法 特别之后 在后面这里 时间的关系 我前面有讲过 那我就把什么呢 把这个list1里面的每一个 一个的 帮我读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直接这样看 那意思就是说 他可以先帮我先读 第1个出来 第1个的话就这个 OK 然后读到哪里呢 读到这边这个dict里面 那我可以透过这个dict 它有点像是一个 暂存的一个字典 这个就先读第1个 那我只要读取它里面的value的话 你就后面加一个这个的values values 意思说我只要后面的资料 前面的资料是key 我不要 那 丢到一个什么呢 丢到一个list里面 不过特别之后 因为它是字典 的一个栏位 所以你要丢的时候 记得它多一个步骤 外面要多一个list转型 如果你没有做list转型 会失败 丢过来的 就不会是串列 而是叫什么 你可以试试看 应该也是一个字典的一半 OK 所以呢 透过一个 串列转型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后面的部分 所以我把它print出来 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可以把它 把它 取 把它注解掉 知心看一下 得到结果 是不是list二 不过 那个 环保住 那个网站好像有点lag 有时候会卡卡的 没那么快 如果等一下你们一起用的话 那可能会卡得更严重 我现在已经卡很久了 出来了吗 怎么还没出来 好 再来就看到就是什么 就是类似像刚刚我们从串列里面在 出来了 OK 好 所以待会如果你们卡很久的话 是算正常的 OK 所以 先跟各位说一下 好 所以呢 你会发现这个东西 跟刚刚 我们 有没有 看到的东西一模一样了 所以再来的话 其实动作都一样了 有没有 就把这个list二怎么样 再append的进去不就好了 所以剩下的动作 各位应该都会 我就不追出 所以待会可以在 第三个步骤 因为我们刚刚讲 第三个步骤 先新增一个资料库 然后一个资料表 有没有 五个栏位 有没有 一样嘛 五个栏位 然后再用什么 insert into 看你要用execute 还是用execute many 都可以 所以后面部分 请各位就自行完成 如果 实在没有把握的话 云端上其实我有放 所以我刚刚讲的东西在第13页 OK这个地方 下载 然后写入的话 也在第13页这里 其实都一样的东西 只是说我没有 加execute many execute many自己加 刚刚讲过了 再来其实还可以用其他方法 其实 在 读取Jackson 其实还可以用 Jackson的另外一个module 不过这个module 印象中好像也是要input 我不确定说他有没有预设就已经帮你装到 我们韩式库里 如果没有的话 变成你还是要到 那个 刚刚下指令 pipe install 控一个Jackson 他才会帮你安装 如果没有的话 如果你看到 no module name的 叫什么Jackson的话 那你就是要自己去用pipe 去把它装起来 如果有那就不用装了 大家应该知道原理原则 也是可以把它 抓下来啦 不过我是觉得好像 Jackson 讨不到 便宜啦 没有比较方便 所以这个地方就给各位参考 那最后的话 各位可以试试看说 因为刚好同学常遇到问题说 老师我那个 希望可以把Jackson 因为Jackson有时候 太不太 適用于其他的程式 比如说你把Jackson给 用Excel的人好了 他一打开之后完全不能 完全没有办法 做解析嘛 因为Jackson跟Excel完全 没有办法相容 所以他有个需求 他说 老师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样把那个 Jackson 自动转换成CSV 帮我存档 因为将来我可以把这个CSV直接就给人家 人家就可以用 要怎么做 其实答案就在下面了 如果你们先不要看 你可以想想看 怎么样可以 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刚刚这个地方已经做出来的话 其实就 已经可以把这个东西 把他再加什么 一个个存 抓出来然后 后面加 就中间加斗点 然后在后面加换行 然后最后用F物件 F等于open一个档案然后write出去 把这些东西write到那个档案 不就存档了 所以其实要把Jackson 转成CSV 并没有想象中困难 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这边的话主要是下载Jackson之后 然后如何针对这个Jackson的格式做 资料的 这个剖析 OK 最重要就是利用什么 用那个字典里面的那个 DICT这个变数里面的点values 意思就是我要取得 这个资料的部分 就key跟value value部分 前面记得要一个转型list 这样的话丢过来的list 2 就是我们要的资料 OK 这个有点像什么 二维串列 二维串列里面是放字典 的机会还蛮多的 很多 网路上奇奇怪怪的格式都有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针对人家给你的资料 你要懂得怎么样 是见招拆招 像还有 人家给你的 外面不是中瓜糊 外面是大瓜糊 也有啊 有没有 就是在 字典里面再放字典 这边二维字典 那你要怎么解 对不对 所以 有的时候 就是要懂得 你看到那个格式 你要先分析它 分析好之后的结果 你再去做后续的解析 那看你将来是要存到资料库呢 将来做报表用 还是做图 图报表 然后 或者是说你要做一些统计分析应用 或者说你将来要 给人家 CSV格式 所以 Json如何转成 CSV 可以想想看 所以 后面 存到资料库这个我就不讲了 因为前面讲过了 所以请各位自己练习吧 然后 再来可能比较重要的是 如何再把这个Json格式 转成CSV 试一下 呻 end 清晰 的 呢 这个 勇装 好 相